张化县政府持续扩建公共自行车租人系统 舍头火车站 MOVO公共自行车站点 21日正式启用 不仅节能减碳 也让乡亲生活更方便 县长王惠美呼吁大家多加利用 主将用MOVO之后设点非常的迅速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到15个点 我们还会持续不动的滚动 今年的目标是希望火车站前 我们所有的站点都能够设立完成 那在这边再次的 谢谢这一阵子的公所 我们议员 还有我们交通处他们的用心努力 特别要谢谢议长副委长 所有议员对我们预算的一个支持 首先在这里要感谢我们张华馆 我们管政府 我们的大交掌 我们的管长 来在我们资华八六观光节前夕 来送舍头箱一份大礼 我们就是当有自行车 让我们方便来自我们全国 所有的好朋友 来到我们下头箱 也当方便来各地来理由 彰化县政府在舍头箱内设置八个站点 包含舍头火车站 舍头箱公所 舍头公有零售市场 清水延伸态展示中心 几只瓦产业园区等地 让游客深入体验舍头的农村风光 品尝在地美食 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公益频道张华云舍头采访报导 室洲